欢欢,咱俩是夫妻啊,相互扶持你不懂啊 你不是说我差点忘了,咱俩还有这层关系呢 我跟你妈吵架,你永远站在她那边,你跟你妈过去吧 今天打扫这家,有点特殊啊 全城干活啊,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女主人说她婆婆来住了三天 今天刚走,让我们给她来个深度清洁 说屋里全是她婆婆身上的老人味 翻个影 这家里我看着也不脏啊 就是有一些死角未成 后来听到女主人说的话,才知道是事出有因 女主人之前坐月子的时候 想让婆婆来帮忙照顾一下自己 顺便看看孩子 结果婆婆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的 就是不愿意帮忙 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 月子愁,真的能记一辈子吗 要是真的,我以后得对我媳妇好点 能看出来,女主人也是嫌其良母型的 一边带孩子,一边还得工作 还能把家收拾成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孩子正是成长的关键期 看这个厨房就知道,女主人没少做好吃的 你瞅瞅是小油炉的,你瞅,你瞅,你瞅 这都拉死了 毕竟家里有孩子,厨房尽量不要留死角卫生 因为很容易滋生,因为很容易滋生细菌 老话说得好,并从口入 所以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的人 尽量把厨房打理得干净一些 冰箱挪开后,就是我们平时清理不掉的死角卫生 如果冰箱常年放在厨房,下面就会积攒厚厚的油泥 这种环境最适合渣狼居住了 你们看我干活,是不是很轻松 如果说你也想要同好好产品 那就点击头像,来我直播见吗